这五颗番茄已经红了很久了 一个星期了我都没舍得摘 今天就让我把它摘了吧 完美 连头带果 全摘下来了 哇 这个我可会一串啊 天哪 好硬啊 我这个舌太笨拙了 下来 摘上土的 这个就直接摘吧 不愿意下来是吗 真的是 好 这四颗红果番茄全都摘下来了 现在到我们的小黄了 这个感觉有点偏橙色颜色会比较好看 跟一般的黄番茄不一样 来吧 我现在摘番茄越来越熟练了 你看这是练过的 真好看 我们来摆个 摆个泡 这是之前拍的看不太出来的转色颜色摄影 我一共种了三种爱生番茄 无限生长型的全部翻车做不住果 送给邻居的都是结了好几个果子 应该还是不太适合阳台吧 和室外相比 封闭羊台种出来的番茄更好看 毕竟没有来自虫子和小鸟的威胁 果子完整度很高 我的三颗矮生番茄 特伦佐 巴加加 黄汤姆 对比之下巴加加最好吃 特伦佐皮最厚 黄汤姆稍微有点酸 好吧 鉴于我也没种出几颗番茄 我就这么一说 毕竟没有书分的种番茄水平 我只能觉得外面卖的小番茄也挺好吃的 像丧说 Make 当然要死亡人物 要死亡人物 就这么猜 算 simplementeelen 也要死亡人物 再抄下来 擦个羽生 够 minist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